大家好 我是冬橋的鮑伯 旅遊最後一天由於要趕飛機 所以行程都不是很好安排 冬橋這次要帶大家如果是住在上野 然後在成田機場晚上7點的班機 要怎麼樣度過最後一天 由於要善用最後一天的時間 我們建議早上8點之前就出門 然後先check out把行李箱放在飯店 首先我們先來逛逛早上的上野公園 然後一路往根莖神社的方向走 因為還蠻順路的 上野公園走到根莖神社大概需要25-30分鐘左右 根莖神社是東京的石神社之一 那什麼是石神社呢? 大家可以去看我們另外一部影片 呵呵 這裡最有名的地方是接著 鷹魚稻河神社的千本鳥居 十分的漂亮 這裡在四五月的杜鵑花祭也是值得一訪 蛇神類也有很多不少重要文化才可以欣賞 逛完根莖神社的時間還早 接下來我們有兩個選擇讓大家參考 第一個是前往古中銀座商店街 古中銀座商店街在昭和20年 也就是西元1940年代慢慢形成的 這條商店街算只有短短170公尺 但聚集了60家左右的店鋪 我們推薦創業快100年的 肉のすずき的炸肉餅 或是建真堂的飲料以及日式甜點 逛完古中銀座可以從日暮里車站搭山首線三站到御途亭 那我們第二個選擇是走回上野公園參觀東京國立博物館 這個博物館也是日本最早的博物館 於1872年成立 收藏品總數為11萬件以上 其中包括日本國寶89件 重要文化才644件 喜歡日本歷史文物的人非常適合來這裡參觀 中餐我們稍微早點吃 畢竟搭車要花一點時間 大概11點左右我們到上野車站附近的 御途亭吃日本炸豬排擺命店 碰多本家 這家店營業已經超過110年了 雖然比起一般的炸豬排店並沒有特別便宜 但炸了金黃酥脆的麵衣加上柔軟的豬肉 值得 由於5點要到機場 我們這邊再給大家兩種選擇 從京城上野站搭車一個小時多 坐車到成田站逛逛這裡的寺廟跟老街 從成田山大概走15分鐘 我們到了成田山新勝寺 這個寺廟非常的出名 在每年新年試色參拜人次 在關東地方景次與名次神宮居於第二 成田山大概有1000年的歷史 寺內也有5個建築被指定為重要文化財 比方說人王門 或是三重塔 另外成田山的表餐倒也非常懷舊感 有種穿越的感覺 大家可以在這裡買買紀念品 或是吃這裡的特產 鰻魚飯 我們另外一個選擇是坐車到 金城99井加上巴士大概一個半小時的 99井 Premium Outlet 寫拼油 這個Outlet總共有220多家商店 也是關東數一數二大的暢貨中心 國際知名品牌很多 大家可以在這裡玩個兩個小時左右 從金城城田坐車大概10分鐘 從金城99井大概20分鐘 就可以到成田機場 成田機場總共有3個行下 每個行下都可以購物寫拼 也有觀景台可以看飛機起降 大家可以check in後在機場逛逛 結束這次快樂的東京旅遊 希望這部影片有幫到大家 那我們頻道還有飛羽田機場的介紹喔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見 掰掰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